欢迎再次观看90年新闻 中国当地时间1月2日 一位微博用户发文提到 在2022年1月1日广西南陵一贯车失控 撞向正在等待红灯的飞机动车 网友投稿 具体情况以官方通报为准 附上的视频显示 在1月1日13点47分09秒 地址为广西南陵江南 有意金凯路市之路口 在凡马县的一侧 飞机动车上有6名人士 在等待绿灯通行 突然一辆大型的贯车 冲入飞机动车的道路中 视频画面显示至少有3名人士 被压在车轮下 针对以上事件 目前相关当局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